今天我们教各位做一个黑胡椒牛柳 顺便告诉各位肉应该要怎么切 今天主要是做黑胡椒牛柳 所以要准备的当然材料有黑胡椒 这是它的配料有黑胡椒 这是小苏打 番茄酱 鸡蛋 乌醋 太白粉水 这是蒜片 酱油 这是干的太白粉 然后还有就是洋葱 洋葱丝 先跟各位讲肉应该要怎么切 这是牛肉 这地方是牛的腿肉 牛的腿肉一般叫和尚头 那么牛肉的纹路 它这个和尚头纹路并不是很明显 各位可能觉得纹路要怎么看 如果不是很明显的时候 你大概抓主要的纹路是怎么样 尤其是切面你看一下 这个切面并没有一丝一丝的 表示它纹路应该是这样子跑的 不是很明显的时候 你这样看 切口它没有一丝一丝的细纹 那表示它应该 它这是一块一块的 表示它的纹路是这样子跑的 所以你这样子 这个纹路是这样子 一条一条的 这个纹路 如果你是要炒的牛肉片的话 一丝一丝的 如果把它这样切下来的话 它牛肉片上面就会有一丝一丝一丝 吃起来口感就不好 就会塞牙缝 感觉比较老 那如果你是要切丝或切粗条的话 像我们今天要做黑胡椒牛柳 切柳 就是比较粗 像手指头那么粗的粗条的时候 或切丝的时候 如果你是逆纹切的话 它纹路这样子 你给它这样切成一条一条 然后这样切 这样切成一条一条的话 它会断掉 它就没有办法成为一条丝 或是一整根的条 会变成碎掉 牛肉会碎掉 所以当你要切成丝或条的时候 你要就照它这个纹路这样切 让它一根一根这样子 组成一条 不容易碎掉 如果你是要切片的时候 你就要这样切 才不会塞牙缝 就是这样切 所以那今天我们要切牛柳 切成条状的 它这边是一丝一丝这样子 那我们就直接就这样切 照它的纹路 你看像这样纹路 这样就看得出来了 像这样一条一条的纹路 我们就照这样切 这样切 让它切丝或切条 这样它就不会断掉 像这样子 我们就把它切丝 我们要再切牛柳 我们就切条 像这样子一丝一丝的 这样切的话 它牛肉就不会 待会你黑胡椒牛柳 不会变成黑胡椒碎牛肉 像这样切 这样子就是 一丝一丝的 刚好顺着它一丝一丝 好我们这样切好了之后呢 我们要来腌牛肉 腌牛肉 上次各位如果有看到其他影片的话 都会告诉你 我们要加一点小苏打 小苏打跟嫩筋的道理是一样 但是小苏打呢 比较好用 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用 那小苏打是安全的 因为很多饼干里面 它都会加小苏打 它是个蓬松剂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加在小苏打会不会不安全 当然如果很好的牛肉的话 你可以不用加 那么我们加一点酱油 让它有点味道 一方面让它有味道 一方面让它颜色漂亮 好然后呢 加一点蛋白 这个蛋好 这个蛋很麻烦 如果说蛋白 我没有蛋白 我整颗蛋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因为我们今天用的量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加 蛋白就不要太多 一点点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再加一点点的米酒 去它的腥味 一小时就好了 不要太多 好 这样把它抓一抓 如果这个牛肉呢 我们马上就要吃的话 你就要抓久一点 让它 就是按摩 按摩这个肉 让它肉赶快松开 让它能够把味道吃进去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啊这样摆着 我晚上还要吃 所以我今天中午腌好 我上次要吃 我腌好 就把它 盖起来 放冰箱 晚上再来用 那因为我们马上就要 马上就要做的 所以我就赶快把它 按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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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持续按摩 那如果说 我到底要放 这个腌项 这个小叔把 应该要放多少 如果我们这边 是半斤牛肉的话 半斤牛肉的话 你这个量尺 用标准量尺 你大概 六分之一尺就好 这个还大了一些 这四分之一 还大了一些 六分之一就好 大概这个 四分之一 大概三分 三分之二尺 这样 这个小尺 这是四分之一尺 你要用六分之一就好了 小叔把 大概六分之一 那么太白粉呢 差不多就是 一茶匙就够了 一茶匙 一茶匙 酱油也差不多 一茶匙 蛋白也差不多 一茶匙 酒也差不多 一茶匙 如果用牛肉 比较干的话 你觉得牛肉很干 这样拌起来很干 你可加 一大匙的水 或是少许的水 都可以 加一些水 水也不要加太多了 好 这样 像我这样 抓抓抓抓 你抓到 觉得黏黏的 就OK了 好 要炒了 那么呢 我们加一点油 加一点砂油 什么油的 植物油都可以 加点油 加油的作用 待会炒的时候 才不会黏成一壶 因为下面有蛋白 有太白粉 都很黏的东西 待会我们炒的时候呢 容易糊成一团 那 有时候你加点油 泡着油泡着的话呢 多多少少 会让肉会有一些 比较嫩的口感 比较滑嫩的口感 好 我们先把锅子烧热 要烧热哦 牛肉 绝对要先把它炒起来 一般你在看 那种师傅在做菜 都会先过个油 你在家里面 可能没办法过油啦 所以我们就不要过油 但是 还是要有 稍微量多一点的油 热锅 然后把油下去 下来之后呢 把这个肉 这个肉 直接下去 火开最大 赶快把它拌匀 这样子把它拌匀 让它炒到它表面都变熟 表面都变白 表面变白就可以了 这样子呢 先把肉炒到大概五六分熟就可以了 不要炒到太熟 表面变白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这样它的肉汁才不会流出来 表面熟了之后呢 表面会形成一个保护膜 蛋白啦 太白粉啦 会形成一个保护膜 它的肉汁就不会溶解出来了 就不会再流出来了 好 这样就好了 我们就把它油沥干 把它弄起来 油沥出来之后呢 我们锅底剩下 一些油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把蒜片 下锅 洋葱丝 喜欢吃洋葱多放一点没关系 这边洋葱我放了半颗 大颗的哦 然后把它炒一下子 把它炒一下子 炒了一些 我们就把黑胡椒粗的粒 黑胡椒的粒粒的哦 不要太细 黑胡椒粗粒 把它 大概哦 一大匙的黑胡椒的粗粒 下来 然后稍微炒一下 炒香味 诶有些油加香味出来了 我们加 一大匙的番茄酱 有点酸味比较好吃 然后 一大匙的乌醋 有人会放A1 sauce 那我们放番茄 没有A1 sauce 你放乌醋也可以 然后呢 加一些水 大约是六七十cc的水 然后 加蚝油或酱油都可以 你可以加蚝油 可以加酱油 那我手上 我手边 没有蚝油 刚好有酱油 我就加个 一大匙的酱油 让它有味道 然后接下来 加一些糖 因为它酸酸的 所以你要加一点糖 来中火它酸味 大概是一茶匙的糖 好 开火 这样子 带点红红的 这样比较漂亮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准备好 这个太白粉 这个水 我们把牛肉 下去之后 因为牛肉 跟它已经 差不多熟了 下来之后呢 翻炒两下 翻匀了就好了 我们勾芡 我大概加了 一茶匙的 太白粉水 这样勾芡 这样就好了 然后最后我们 放上少许的香油 好 这个是今天教各位的 黑胡椒牛柳 好 然后各位要记住 切这个牛肉的时候 切牛肉的时候呢 记住 你要切丝的话 就要顺纹 切丝 或切条状 你就要顺着牛肉 跟牛肉的纹路是一样的 切成一丝一丝 一条一条 这样子的 如果你是要炒的话 切片的话 你就要逆纹 就是它本来是一丝一丝的 你要从这样 把它那个丝 把它给切断 这样子做 切断牛肉才好吃 好像你腌的方式 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讲了 你们照着我刚刚讲的 你们去做 你就能够一样 你也能够做出 有餐厅水准的一个 黑胡椒牛柳 谢谢